吉安湘公所今年办理了13场次 犬猫狂犬疫苗注射 即宠物登记巡回活动 进入到各村活动中心提供便民的服务 乡亲只要把家中的毛小孩带到现场 就能够方便施打疫苗 而吉安湘在6月份还有6个场次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带着家中的毛小孩就近接种疫苗 30号上午 许多家长都带着毛小孩 来到吉安湘公所排队施打狂犬病疫苗 有的宠物是紧张到发抖腿软 也有的是相当淡定大方配合施打 这斗趣场面让人看了是相当疗愈 不少民众都把握假日机会前来施打疫苗 更有四组是骑乘机车 一次就带了5只小狗过来 就是希望保护家中毛小孩的健康安全 因为这年度的预防针一定要打 这对狗还有对人类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一定要来打这个预防针 这真的是很难得啊 因为假日还有这个预防针可以打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啊 江湘厂长游淑珍表示 典型的狂犬病是人畜共通传染病 宠物只要一斤感染 死亡率就高达百分之百 他也呼吁乡亲 这次的巡回施打疫苗还有六个场次 欢迎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带家中毛小孩前来施打 那我们每年呢 都会进行13场的这个犬猫疫苗 来作为一个施打的这样的工作 那在我们的集安厂呢 每年都会安排是假日时间 所以让我们这些上班族的 这个我们的宠物的饲养者呢 可以来选择假日 来到我们集安厢公所前 来作为一个犬猫的 这样的预防注射的施打 今年一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民众出门意愿都不高 今天总共施打了113只犬猫 比起往年 施打数量是减少了三成 集安厢公所农业客兽医黄维军表示 宠物狂犬病疫苗必须要每年补强注射 如果有四组位依规定 没有带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 政府可以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 4、5万元以下罚还 记者许丽琴 吉安厢报导